为了改善秀林乡景美村甲湾社区的墙面 秀林乡公所花费两个时间来重新设置 以太鲁阁族文化意涵来兴建 卡通版的设计相当活泼 让游客和乡亲来到这里游玩时 能够更了解太鲁阁族的故乡 秀林乡在文规上任之后 加上代表会权益的支持 并且开始规划乡亲的每个部落 来改善入口一项以及墙面的设置 忽然间秀林乡部落教育协部理事上 郑秀林表示 加湾部落居住的族人 七成都是泰鲁阁族的族人 文化意涵是相当的丰富 而图案是以部落族人的意见加以设计 同时以卡通版的方式来呈现 像是可以说是相当的活泼 其实我们非常感动看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郑秀林乡公所的汪玫瑰乡长 然后他在这边的设计 是以部落族人的意见加以设计 同时以卡通版的方式来呈现 像是可以说是相当的活泼 他在这个成像风暴的改变的时候 或是说去建设的时候 他非常的鼎立支持 其实我们在这区块其实也经过了 非常的部落会议部落支持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 大家各家户去显的图案 那没有说像以前一样说 可能这个图案他就是一个部落 全部都那是图案 但是在这一次的话 有我们各部落自己去挑显的图案 像比较活泼的像一些卡通的形式 那可以吸引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停住在那地方去做一个拍照 然后也了解自己的一些文化 像一些射箭或是说追逐一些我们的山珠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祖林之眼本来就是我们秀林乡 或是说我们太鲁格族人 本身的一些文化的基底 所以在各部落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自己的祖林的眼睛 或是说一些山脉的调整 一些山脉的路线 然后再来真的是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嘉湾部落 变成了一个新的非常让人注目的部落 所以我感谢就是说支持我们的 秀林乡公所的玫瑰香掌 然后就是部落人的这么鼎励支持 让他们能在这里施工 也让我们嘉湾部落能患然一新 有更美好的一个部落的环境 跨离前秀林乡部落交易协会理事长 哲学内表示 秀林乡公所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以前瞻性来大大的改善部落的陈枪风貌 同时也别具特色 让乡亲和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看到美丽的好地方 大家来到这里 就是来到了太鲁格子的故乡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